2022年是一個非常豐盛的一年 我們這個世界多了很多東西 隨著COVID-19慢慢不見了 我們有了通貨膨脹,經濟衰退 Monkeypox,猴鬥 歐洲又開始打仗了 原本自由的國家開始嚮往社會主義 世界大戰感覺一觸即發 還有中國好像敘事待發要打台灣了 這個星期對我們來說 最大的新聞應該就是我們的美國的總統 正式宣布 如果台灣被侵略的話 美國會出兵幫台灣抵抗侵略者 這個...我們可以往好的地方想 也可以往壞的地方想 我們先往壞的地方想就是 拜登說的東西是不是真的 -你不想在英國的軍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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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們成立了 -那是我們成立了 -我們成立了 -我們不是... -看來是個情況 是的,他说美国承诺会用军事的力量保护台湾 事实上就是美国对于台湾的承诺一直以来都是美方会提供武器 如果中国侵略台湾的话 台湾可以有自己足够的军事力量来保护自己 那如果以一个战略的角度来看的话 让中国共产党认为说美国会动用美军来保护台湾 并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跟乌克兰比起来 台湾的战略地理位置还有工业能力的技术 是比乌克兰高出不知道几百倍的重要 乌克兰就是一些什么麦子之类的东西 台湾对于全世界的半导体晶片的供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如果说中国拿下台湾的话 中国可以控制不只是美国 甚至全世界的高科技产品 各行各业都会受到影响 甚至会影响到美军 因为美军的科技什么战斧飞弹无人机 里面的晶片很多也都是台湾做的 所以中共如果拿下台湾的话 中共就可以对澳洲日本韩国造成威胁 简单说就是美国会被慢慢的强迫退出亚洲太平洋的地区 那事实就是如果中共现在就要打台湾的话 台湾的确可以造成中国的军队有大量的损失 但是共军会赢 中共在各方面的军事力量都比台湾多非常非常的多 中共可以死五万人七万人十万人 但是他们如果不顾一切的话 还是可以拿下台湾 而且台湾跟中国的地理位置非常近 我相信看我们的频道的应该不需要讲解有多近了吧 只是隔着台湾海峡而已 所以美国要去物资帮助台湾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当Joe Biden说 美国会武力保台的话 有几个观点可以看他到底在说什么东西 第一个就是很棒啊 我们吓吓中共 你别乱来哦 如果你在这边打起来的话 我们会在那个地方 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武器准备好跟你拼 但是这真的是拜登在说的吗 很明显不太是 因为美国并没有任何的军事准备跟军事演习 是针对保护台湾的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资源 无法跟中共对抗 后勤跟补给线在那个地方也很缺乏 简单说就是 美国并没有能力帮助台湾打仗 也没有办法保证可以在当地打赢中国大陆 虽然数字看起来很漂亮 特别是海军的数字 好像很大 很漂亮 很先进 但是其实非常的分散 美国并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 在中共拿下台湾之前 有足够的军事力量 抵抗中国的侵略 所以马上 拜登的内阁成员 白宫 五角大厦 国安部 国防部 全部都开始透过各式各样的媒体说 没有这回事哦 这不是总统的意思哦 You mentioned Kate several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were apparently caught off guard by the president's comments and it's also important to note though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wice before President Biden has suggested that the U.S. would intervene militarily and again we've gotten those same statements from those instances as well where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trying to insist that the U.S.'s policy hasn't changed It was a bold statement from the president and it was almost immediately walked back by the White House while he continues his trip in Asia the president saying that he would use the U.S. military to defend Taiwan if China were to invade but that's not the stated and long-standing U.S. policy of strategic ambiguity necessarily CNN has learned that President Biden's comments caught some of his top aides off guard this is drawing a sharp response already from China That conflicts with official American policy which is based on a concept of strategic ambiguity and that basically means the U.S. has purposefully left it vague and does not make definitive statements as to whether or not it's going to enter a war on Taiwan's behalf The White House very quickly walked back those statements saying that or reiterating the U.S.'s long-held position to uphold the one-China policy and support Taiwan that if the U.S. really to protect Taiwan and the U.S. is the future of the U.S. policy I think it's okay although I don't like all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the entire environment but the U.S. to protect Taiwan is a lot of good and I always think that the U.S. policy is a bit stupid like the左 side of my truth like the U.S. Taiwan has its own a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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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own so that we must and the U.S. so that the U.S. should 15-year-old it's the promise it's important that it is and the U.S. defined UNREAL the U.S. 搞得死死的 美国政府过去20年对于香港跟中国的关系 一直都是很模糊 造成的就是中国共产党 透过反送中这个事件 直接就掌控了整个香港 现在香港政府就是中共的打手 中国政府不废一兵一卒 这个就是搞暧昧的后果 立场清楚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但是美国有没有能力出兵去保护台湾 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了 因为拜登在台上说的一些 我们很希望的事情 但是我们并没有能力去执行 或做到这样的事情 拜登说这个样子的话 也会有两种反应 第一个就是我们告诉中国大陆 别来 别乱搞 就算你打下台湾了 但是这同时也代表说 你跟美国宣战了 这个样子的代价太高了 你不会想要 我也不会想要 不要逼美国 不要逼我们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习近平知道拜登在吹牛 知道拜登脑子不清楚 你把整个地区的情况升温 然后 我不觉得你现在有资源跟武力 在台湾海峡跟我拼 或许美国再过几年之后 就会有足够的资源跟战略系统 但是 我们现在要拿下台湾的话 你们美国什么都做不了 那么在你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 就表示说 我现在就应该打下台湾 这个不只是在国际上 做生意 做人都要在乎的信用 要有足够的能力 来去保护你说出去的话 事实上就是 这不是拜登第一次 在国际舞台上说要武力保台了 他去年的11月跟6月都有说过 然后隔天就被白宫说 没有这回事 一个中国很重要 一个中国最重要 但是这一次很不一样 因为他是站在日本首相旁边说的 而且接下来他说的东西更奇怪 他说他绝对支持一个中国政策 但是中国不应该武力犯台 可能会有另一样的行动 相似于在乌克兰里面的行动 之后他还说 他不认为中国会这么做 但是这个人真的已经信用崩溃了 他也不认为塔利帮会推翻阿富汗政府 他也不认为塔利帮会放出 ISIS的恐怖分子 他也认为俄罗斯不会侵略乌克兰 然后他又说他认为俄罗斯会侵略乌克兰 之后他又说俄罗斯会在短时间内 拿下整个乌克兰 之后又说乌克兰有能力 可以把俄罗斯打回去 所以说Joe Biden的这个预知能力 预测能力是非常非常的被限制的 所以会发生什么事 我真的不知道 我唯一知道的就是 我们的总统真的是一个 无法预测的人物 男嘉儿童合唱团现在开始报名啦 男嘉儿童合唱团成立于1998年 曾到纽约波士顿 华盛顿特区 夏威夷等多处演出 并参与国内外各大音乐节 荣获各大奖项 均取得优异成绩 从即刻起接受报名 课程均由专业指挥教师指导 每个星期六下午 有分4到8岁 9到12岁 以及13至18岁 不同年龄段的课程培训 欢迎打电话 626-779-6767 报名咨询 或是登陆网站填写资料报名 记住在报名的时候 请告诉他们 你是看到AI News来报名的 会有一部分款项 特别赞助到我们的施工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